1972年7月7日,日本东京 这一天,日本自民党总裁田中角龙出任日本第64届首相 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田中发表讲话 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为急务,推进和平外交 然而具体何时访问中国,他却迟迟拿不定主意 一方面是由于日本自民党内侵台派的阻挠 另一方面,田中此刻还无法知晓中国方面的建交方案 如果谈判失败,那他极有可能面临下台的危险 与此同时,远在中国的周恩来同样因为中日建交的问题而感到忧虑 林立韵,周恩来日语翻译 1972年9月,日本首相即将访华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追名岳三郎却在台湾公开宣称 日本与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 中日建交,前途未卜 总理如果有担心的话,就是这些杂音 田中能不能克服这些杂音下定前行跟中国来建交 看你有没有这个魄力 为了打消田中的顾虑 1972年7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 一直积极推动中日建交的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 率领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 随后,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肖像前 也到日本进行访问 在一次同日本外相大平正方会谈时 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 田中首相或大平外相若来北京 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直接进行谈衰的会谈 难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一个月后的1972年8月15日 田中角荣在东京帝国饭店公开会见了孙平化和肖像前 并决定于当年9月25日出访中国 当这一消息传到西花厅时 已经在周恩来身边做了20多年日语翻译的林立韵 看到周恩来的脸上显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那天总理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但是当之所以呢,就是看出他有魄力 也分析过,田中只要他努力的话应该能做得到 正当中国方面积极筹备中日建交相关事宜时 9月19日深夜,正在家中研究日方资料的廖成志 在一份当天的日本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日本自民党副总裁追明月三郎在台湾公开宣称 日本将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邀成志马上将消息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连夜召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会会长 小板善太郎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便收到田中首相的回复 追明的发言,丝毫不能动摇我访华 并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心 因为当时田中来以前,他们党内的鹰派还是间接反对跟中国建交 而且还有一批靠台湾的叫台湾帮子也在那里发出反对的声音 所以田中要立排众议 就是说能够把党内的不同的意见换在一边 为了避免在田中角融来访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里,田中角融在日本的一言一行 周恩来都十分关注 为确保建交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那一次我们已经在北京饭店接待一批日本的 这个自民党的武警喜事先生一行 总理一进来就索底拿了一本那个参考资料 很厚的那个参考资料 就还没完全做下来就问 今天田中发表了一篇演讲 你们大家都看了吗 看了的话你们怎么分析怎么看 那么就我也没想到首先就点到我了 没看过资料的林立运只得实话实说 并提出在北京饭店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内部资料 但尽管如此林立运还是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 那他看不到自己不想办法就在那看不到就没看到就也不看到的意思 这个总理就把他手上的那一本地给我 我一看呢 为了让林立运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日本方面的动向 周恩来让他们从北京饭店搬到人民大会堂住下 外交部把报纸啊文件啊都拿到二楼啊一个搞到一个阅览厅啦 那你这个就再不能说我没有材料看啦 从那以后我们就注意啊要多分析研究一些情况啊 特别是一些这些有关的相关的一些人的言论啊 他们的政策走向啊多分析研究 远在日本的田中角龙 此时已经打了七个小时的高尔夫 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只有遇到重大而艰难的决策 田中才会去高尔夫球场 第二天一早他将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给他戴上的卖国贼 国家公敌的帽子前往中国北京 1972年9月25日清晨 在东京羽田机场和机场沿线的主要干道上 日本警示厅的2500名安全警卫人员 已经进入一级警卫状态 这一天的羽田机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戒备森严 因为几天前准备出访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龙 接到了日本右翼份子的恐吓电话 威胁他不要去中国 党内的鹰派啊 清兰会有一个叫清兰会 清天白日那个清兰是山底下一个风 清兰会那是一个极有的团体啊 整天的访华叫嚣啊 做事最大的是媒体嘛 行动上他当然好暴力行动 在临行前田中角龙对外向大平正方放开玩笑的说 如果我们这次谈判失败 我们的生命将结束 9月25日上午11点半 日本首相田中角龙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停机坪上 陪同田中首相访华的 是包括外向大平正方在内的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 身穿深龟色西装即素色灵带的田中首相缓缓走下飞机 他按照日本礼仪在和周恩来握手时介绍自己 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龙 周恩来也按照日本人的方式回礼 我叫周恩来请多关照 20号晚上的宴会就是国宴了 在大会堂的宴会厅 就是北京的外国 在祝福北京的大使都牵起来了 宴会是很盛大的 在踏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起 田中就感觉置身家乡一般清醒 房间里不仅放有日本祈福产的富有饰 和银座牧村屋的带象面包 还有新谢县产的月光大米饭 和百祈式产的三年未曾黄酱汤 不仅如此 期间中国军乐队还演奏了田中首相家乡 新谢县的左肚响调 这让他心情万分 田中感到意外 但是连他喜欢吃什么 好像中方都了如指掌 都了解 他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听的音乐 在国宴的时候都准备了 自从1894年以来的三个世纪中 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侵略中国 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灾难 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前世不亡 后世不失 在林立运的记忆中 那天周恩来的心情很好 一点也不像一个刚刚被确诊患有 膀胀癌的病人 当时这个总理非常的精神 他说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朗 那个录音带过后 就日本的朋友 朝日新闻后的记者 做成一个盘 之后我翻了听 那是总理的声音 从头到尾都非常饱满 然而随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答谢词 却让现场热烈的气氛陡然变化 他说过去几十年间 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 期间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麻烦 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就是侵略了中国 是中国人民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损失 管是天然麻烦 给你们天然麻烦 当时这么一翻出来 站在我旁边的唐文生就马上就 道了一句 怎么这么轻描淡写 再上有很多中国人 马上场内就有声音就起来了 日本侵华战争使得中国约三千余万人遇害 间接经济损失达五千亿美元 竟用麻烦二字一带而过 这让在场的中国人无法接受 中国人无法接受 所以肯定是翻得不合适 当然呢 入母也有包括歉意的意思 这个词非常的这个 伸说性很大 也有带那种一定的歉意 再加上接光 还有谢谢 包括谢谢都有 那你日本的翻译 恰恰就把它翻中文的时候 翻成天然麻烦 你哪怕是翻成说 是轻一点说 对你们很抱歉也好嘛 有个抱歉的意思 能够就是说给你们 添了这么多大的伤害 伤害了中国人民 很对不起你们 应该是这样子嘛 原本温馨的气氛 煞时间变得有点微妙 周恩来的神色也开始严肃 但他却并没有立即表示意义 直到第二天与田中谈判的时候 他才提出了日方措辞的问题 1972年9月26日上午 中日建交第一次会谈 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谈判一开始 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一郎 针对中方的建交草案 提出了四点意见 其中一条是 根据旧金山条约 日本已经放弃了 对台湾的一切权利 现在无必要对此 做出法律上的认定 同时对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示不予赞同 因为中国政府的统治权 实际上没到达台湾 一个中国没解决 两个中国怎么建交 最大的焦点 就是两个中国这个问题 一个中国的问题 是回避不开的 必须解决 这个问题不解决 建交就不可能 1951年 美国 日本和20多个国家 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 联合签署旧金山条约 在这份条约里 台湾最后的归属问题 实质上并没有提及 这相当于默认了台湾的独立 因此对于这份条约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没有予以承认 旧金山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四月 日本又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 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承认台湾的独立 同时根据日台条约中的规定 中方在建交草案中提到的 放弃对日本战争索赔的条件 也意外的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我是听总理讲过这个话 说实际上向对方的国家索赔 我们中国过去 不是鸦片战争以后 然后被索赔索赔 实际上这些过去满清战互付出的营员 都是来自老百姓 是造了老百姓的血汗去索赔的 所以实际上负担都是人民群众负担 当时中国人民很穷 还得付战争赔款 所以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那些赔款 是殃及百姓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 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一郎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1952年 在日本与台湾签订的日台条约中 国民党政府已经放弃了 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的要求 如果写尽声明 那么证明日台条约一开始就失效 总理跟田中谈的时候谈了一句话 就是说蒋介石扛什么凯啊 说就放弃这个收赔 他有什么资格啊 他已经是被中国人民 铁巢子扫到台湾岛去 他还有什么资格来代表中国人民 说放弃收赔 这个是蒋的 他有什么资格讲 应该要讲是中国有这个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有资格讲这个 但是呢我们是考虑到 这个战争的赔款呢 实际上是给人民造成很重很 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呢从这个 从中日关系的未来考虑 我们可以放弃收赔是这样的 1972年9月26日下午 在与田中角龙的一次会谈上 周恩来首先对田中的答谢词里说到的麻烦二字 提出了抗议 他说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上的讲话中 有添了麻烦一次 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的裙子上 而表示道歉时才会使用的 可是你们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 所以第一次跟田中正式会谈的时候 就把这个问题给他提出来 等于是提抗议啊 你那么轻描淡写 就是添了麻烦就能行吗 之后周恩来又严厉的驳斥了高岛一郎的提法 并强烈要求废除日台条约 总理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 这位我们立场很清楚 你高岛人的失调根本不行嘛 所以已经是说 你这个一个中国这个问题就是说 日台条约不废除 这个中日建议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都很明确 田中正在听来以后很严肃啊 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是 如果不解决过不去了嘛 他们日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下定决心 他也很严肃地拿听着啊 所以就说看怎么样这个共同啊在互相多交谈啊 能够把这个坎啊能够突破过去啊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抗议 日本代表团并没有直接给予回应 一句麻烦一个条约最终成了中日建交谈判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直到第二天上午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971年9月27日下午 按照原定的计划 中国外长鸡鹏飞陪同田中一行参观长城 在临上车前 日方陪同人员向鸡鹏飞提出 希望两国外长能同乘一辆车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 也就是在这辆车里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1972年9月27日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鸡鹏飞陪同日方代表参观长城 日本外相大平正方诚恳地表明了日方的困境 日本所处的地位不能完全接受中国的观点 但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而鸡鹏飞也亮出了中方的底线 不要求完全采纳中国的文字表达 但不能损害中方的原则 我们后来争论的时候 讨论的时候 日台条约要不要写进生命里头 这个是有个中方也适当地让了一下 就是说不一定写在日中两国的共同 政府的共同声明 但是声明签署发表以后 由日方的大平外长向记者宣布 绘持日台条约 当时是采取最真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到达长城后 田中角容一鼓作气登上了四座风火台 日本与西方记者们纷纷从长城发出报道说 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几个月前刚刚访华的尼克松只登上了三座风火台 但是在晚上去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毛泽东的时候 田中却显得有些拘谨 他说他想去洗个手 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就进来了 进来了在我看来还是比较严肃 因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那个风度 那是伟年的风范 其实很有亲和力 但是又给人家感到很威严 毛主席就很风气的 为了打破这个比较僵硬的这种气氛吧 毛主席说吵架吵完了吗 就这一句话 马上就大家就马面笑了 吵完了吵完了 总理也笑 说吵完了吵完了 没有吵完怎么到毛主席村来 然后握到太平的时候 就天下太平啊 就有太平的民主天下太平 所以他们马上就外兵也不拘谨了 就马上就大家都满面笑容地坐下来 会谈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特意将一部宪装书处辞集注 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小龙 在这部书里有关于麻烦的典型用法 但在随后的谈判中 关于麻烦的措辞双方依然有分歧 9月29日凌晨2点 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谈判阶段 召集的日本外相大平正方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亲笔鞋的纸条 对鸡鹏飞外长表示 这是日方最后的表达方式的建议 纸条上写明 日本国政府对过去通过战争 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 痛感责任深刻感谢 这是日本对清华战争第一次公开表示歉意 最后大平正方写在纸条上的文字 被写进了中日联合声明中 作为日本政府就清华战争向中国人民所作的道歉 同时废除日财条约虽然没有写入联合声明 但中日双方协定在签署仪式结束后 由大平正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口头宣布废除 对于战争赔款一事 高岛一郎也向中方表达了歉意 并同意写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上午 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日两国终于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 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签字仪式结束后 周恩来突然极为兴奋地邀请大家去人民大会堂 台湾厅走一走 总理去看了以后就在二楼 又在那个西边那边 这个比较偏一点 他说将来这个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 台湾同胞有很多人如果要回大陆 来参观访问 想看看台湾厅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 要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比较容易让台湾同胞看到的地方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之后 日本政府将一千多颗名贵的大山鹰 作为礼物送给了中国 周恩来对田中角入说 希望能够在樱花盛开的时节 访问日本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三年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先后同意大利 联邦德国等2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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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